7月1日至3日,第二届万寿国际安全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50余位中外国际问题专家学者参会 会议期间,各国专家学者接受媒体采访 分享自己对中国的第一印象,畅谈自己的中国故事 曾访华70多次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马丁亚克坦言 在来中国之前,他对中国的印象是历史悠久,人口众多 直到26年前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中国的活力和多元文化让他至今难忘 马丁亚克说,此后自己曾多次来华访问交流 每次来中国都能见证不同的改变 都能真切感受到中国正以非常快的速度实现自身的发展 相较于马丁亚克,美国学者方大为坦言 自己怀有更深的中国情节 在中国工作生活30多年的他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 当被问及中国近年来最大的变化 他这样说道 我第一次到中国是84年,而且可能是6月份 6月7月份,所以整整是35年的时间了 那个时候所有的中国人基本上是,如果是在城市的话 是在一个单位 这个单位可能会决定你在哪一个地方住 会决定你的职业发展 现在这些决定都是普通老百姓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决定 可以做决定的空间就更大了 方大为说,30多年来 自己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 这也让人们在求学,就业,生活,娱乐等方面的选择 更加丰富和多元,也改变了不少中国人的命运 谈及中国的发展 上河组织秘书长弗拉基米尔·诺罗夫透露 来华6个多月,他已到访中国不少城市 对中国的基建和科技进步都印象很深 我现在在中国有六个月之后 当天,日本学者矽骨雄一 美国前总统里根特别助理 道格拉斯·班多等人也相继接受访问 谢谢大家